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价格是回落至1637美金 小幅震荡 美国石油上涨比较乏力 目前报价是47.3 澳元上涨幅度比较大 最近上涨到了0.6625附近 上涨幅度0.3% 比特币小幅震荡 目前报价是8735美金 我们最近看到的市场是有两个因素在不停的角逐 那么第一个因素就是疫情 它是拖着经济往下走 拖着市场往下走 第二个因素就是各国政府是通过各种的财政 货币以及降息等政策来让市场往上走 所以一个往上拉 一个往下拽 那么到底谁更有力量呢 其实呢 疫情是逐渐消散 或者是这个心理上的恐慌是逐渐淡去 总会有一个到达峰值的情况出现 那么市场上对于降息的这个最近表现 也不是很乐观 因为它是相对滞后的 也就是说在目前情况下 美联储突然降息 或者以及其他十几个国家或地区 将继会宣布或者是已经宣布降息 那么这一系列的举策 将会直接给世界的金融市场 以及实体经济带来极大的一个现金流 这么多的钱出来了 我们不禁要问未来这些钱会到哪里去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因为所有的价格上涨 都是由资金直接拉动带来的 一个市场里面原来的钱就这么多 原来的买家和卖家就这么多 但是现在买家带着更多的钱进入了这个市场 那么未来的价格走势如何 相信大家自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那么大家要考虑 怎么样去一个合理和优雅的去抄底 其实做交易和做投资是两回事 做交易比较像恋爱 在我看来轰轰烈烈的 那么大家波动比较大 像如果是做英镑 做一些小盘股 或者是做一些黄金石油 那么这些产品呢 感觉上就是比较惊险刺激 就像女朋友不开心了 你要哄一哄 但是做投资呢 就像你组建了家庭 只要没有太大的事 基本上呢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意外 所以呢 这些就是属于投资一些大盘股 银行股 或者是大盘指数 或者是澳元货币堆 或者是澳元对纽元 涨幅很慢 波动起来也很温柔 那么就是我们组成家庭的一种投资方式 所以两者结合有不同的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心理感受 那么另外呢就是 大家有人问 未来会不会可能发生像07年 08年那样的一个金融危机 尤其是全球性的 并且呢 美国会不会爆雷 很多谣言也好 或者是客观的事实也好 但我们无从考证 说疫情呢 在美国已经是爆发开来 那么在澳洲呢 也是上升人数比较快 最近几天啊 上升了二十几例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考虑 首先啊 这次疫情到底能够影响经济多少 据国际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的话 这次疫情最差的一个情况下 会给全球的经济下滑 带来3%的压力 也就是说 因此下滑3% 这是最坏的一个情况 对比到金融市场股市呢 就是差不多是10%到15%的一个下跌辅助 而最近呢 很明显啊 其实市场上 直接就是按照最坏的打算去的 并且呢 很快就已经跌幅超过15%了 这样的一个浮动呢 其实就已经是属于过度恐慌了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911 911呢 当时对美国的实际的经济影响是有 但是呢 原来没有股市浮动那么大 但是呢 这一件事情对于股民 或者机构的投资信心 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么大家呢 就要看一下啊 信心的回复 不是最重要的 啊 那么信心如果没有恢复过来 就恰恰给了我们 极好的一个进场价位 以及极低的一个进场点 但凡价格没有大幅回调 我们都很难赚到大钱 所以呢 人生中啊 很少有这样的一些机遇 那么08年 07年是一次 当时呢 只要有人抄底了 现在呢 都是翻了好几倍 那么如果是在10年再进场 就已经比别人晚了一倍的利润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机会 那么07年08年呢 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房产和金融市场连在一块了 全出现问题 并且呢 加了很高的杠杆 但是最近几年 全球都在去杠杆 尤其是啊 中国美国去的非常厉害 投资银行就做投资银行的事情 商业银行做商业银行的事情 但是在过去啊 两者经常会走擦边球 所以呢 当年33倍杠杆的雷曼兄弟倒闭之后呢 央行也不会救他 啊 原因很简单 你10万 本金啊 用成了330万 在金融市场衍生品上 能不踩雷 能不爆雷吗 所以呢 当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啊 我们知道房地产市场还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股市呢 下降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会产生啊 延续性的 或者是关联到债券市场 以及其他市场 那么很多人也关注目前债券市场的这个金额较高 但是呢 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负债没有问题 啊 假设我今天借了大家10万块钱 到了年底 其实呢 我还10万 按购买力来讲的话 其实只需要还9万 因为年底如果股市上涨 或者是啊 其他的市场是价格上涨 10% 比现在的价格 那实际上 我最终这10万块钱的购买力 就会按比例下降 那么这样的一情况下 对于借钱的人来讲 是非常有利划算的 啊 因此呢 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啊 说是做高杠杆 但是呢 合理的杠杆 像做房产投资 我们用5倍啊 用10倍的杠杆 那么在金额市场上 我们再小一点啊 用个三倍 两倍 那这样的话 就是非常合理的 并且呢 对于我们的自身成本来讲是非常小的 同样啊 最后还是我们要看大趋势 那么这种机会到底我们能不能抓住啊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主要还是看大家自己能不能抓住历史性带来 给我们的一些投资性的机遇 不下跌啊 不敢买 那么大幅回调之后 最先敢买的人啊 往往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而人类社会能够啊 真正实现财务上的一些自由的人 都是一些有胆识又谋略的人 所以呢 大家也不一定啊 一定要为手为脚啊 不敢投或者不敢买 那么想一下 如果是两万块钱 我们全下来下去 现在 那么银行股还能再跌50%吗 这个概率其实是逐渐在降低的 我们也看到了央行 各国央行政府的一个决心啊 所以说未来这么大一量的一些现金 投到市场上去 价格很难说不上涨 那么最后呢 也是希望祝福大家2020年 虽然开年不是很顺利 但是下半年在政府的一些支持下 我们的投资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回报 弥补上半年几个月的一个不好的状态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下午也会给大家带来 在公司的一些小型讲座 那么晚上呢 八点钟也会有网课 大家如果是想要咨询更多 可以问我们的小助手 另外呢 也可以拨打电话 03-8658-0603 我们 drums nih 我们的小助手 我们的小助手 ¿ Hé 죄